民众走进超商 发出噗哧噗哧的声响 只见地板上是一滩又一滩的积水 再往里面走 仓库地板上也是湿湿搭搭的 走路还会见起水花 哎呦每次台风 这是第二次淹了 雨气真的是有够无奈 新竹县尖石厢这间超商 只要遇到大雨就容易淹水 根据了解台风凯米来袭 带来惊人降雨 疑似就是后面山壁的雨水 冲进超商导致淹水 虽然积水退去了 但店员忙进忙出 希望赶快恢复原状 只是现在这状况 恐怕要待到隔天才能清扫完毕 台风夹带好雨 新竹监石厢拉起警报 不只有店家有严重的积水状况 监石厢的纳罗西 溪水也有暴涨情形 相当危险 台风来袭 风雨比预期来得大 民众真的要千万小心 东森新闻马恩凯士宇晨 在新竹采访报道